香港地 總有路拳BB 嫌自己活得太奢侈 想拉近別人下水 重新開始 但如果你不是很懂駕駛汽車 又不夠禮貌乘的士 那你又好不好意思 好像他這樣 踩著單車過紅帥 這麼無恥 我是凌晨三四點當時 搭N368出港道 然後經過紅帥的時候 車是很明顯的急殺一殺的 那時坐在巴士上層車頭的目擊者 就是隔著一塊沾滿雨水的玻璃 慢慢意識到眼前的一刻 是多麼離譜 見到有個人很慢地踩著單車在前面走 行車隧道政府規例列明 單車是不可以進入隧道的 為者最高可以被罰款五千元和監禁六個月 其實就算我不讀法例出來 就是看看畫面都牙煙 車就是慢慢地跟著搭車後面 一直去到河水後才再開走 我覺得很誇張 不過誇張這東西在元朗角 可能高處未算高 駕駛著Tesla去到元朗平衛街十字路口 見到有個老翁 駕著單車在我前面駛過 當時我當然很害怕 我馬上煞車 駕駛著墨車 才會有一部分去到要退 提一提這位長輩 生命無敵途 孔夫子也調節 老兒不死是為賊 這樣為老不專發 還分分鐘害假的司機 又如何配上人長輩呢? 大家有怎樣看這些事情 不妨留言討論下 记得CLS的影片支持Channel C继续出片 2021年7月12日 Channel C由零开始 经过1095天的努力 来到2024年 兴幸仍然能够继续生存 继续为大家送上时事热话 内容会更加多元化 我们上上下下将会继续努力 在未来尽全力做到 尽知天下事 唯有Channel C